现在拖了地铁真是很方便 地铁口出来呢 我差不多走了就300多米的话呢 啊 已经看到这个石溪牌坊 走进牌坊不远处 看到有一个石溪村的导览图 以前没有见到这些东西 现在已经做得蛮不错 河善横的故居有标出了 还有他捐建的那个渠劳小学 河善横祖籍广州攀芸石溪村 现在属于海珠区了 祖父呢曾在如今的解放南路一带 开设过金铺 但后来到了父辈的时候 夹到中落 我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呢 是被我几年前忽视的 以前有一段时间呢 我经常经过这里 那么看到一个河善横祖居的牌子 被铁栏杆为主 那当时呢没有去了解何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后来才知道呢 他是华人界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 那么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呢 说一下另外一个东西 那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一个名词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呢就是何先生领导编制的 是不是很厉害呢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寻访一下 何先生何善横先生的祖居 在公园的中间呢有这个石锡的石头 旁边这里啊你看 你大概就可以看出 徐劳小学的样子 那建的蛮不错的 教学楼都很新很漂亮 在他下面呢这里有一个铜像 我以前来过这个公园 他当时非常小 是没有这个铜像的 现在呢已经为何先生啊 立了一个铜像了 下面也有一个说明 就是让大家更加了解他 这里有写 就是何善横先生的一些事迹 那么在旁边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那间徐劳小学了 他的字 这里大概就可以看到徐劳小学 有趣的是你看他旁边这里呢 就把一块牌子呢就做了 何先生的一个介绍 造福桑子 其他其实在整一个这个围墙的周围 都有很多这样的牌子呢 但是其他的那些呢是 我去看了一下 就是24校图 也就是说在这24校图的其中一块呢 现在已经把它改为了何先生的一个 深屏的世界介绍 那这一间他后面这一间呢 就是徐劳小学了 这里就可以看到大概看到一个校民 很容易找的就是在公园前面 一百米不到的地方呢 就看到了这一个和尚横先生故居的房子 但是呢非常不巧 我在中午来的时候 去了闭门羹了 你看他开放的时间哦 下午要三点到七点就两个小时 每天只开放一共就是四个小时 中间间隔时间很长 如果你有兴趣要来看一看的话 一定记得把握好时间 那么我要先去其他地方 等到三点之后再来了 果然 当我三点后再来呢 屋子的大门已经如约打开 整座房屋呢比想象中要小 城市也非常的简单 正中央有后人为何先生所立的铜像 铜像下面呢 则是他立志做慈善的新生 这座房屋呢并不大 甚至比想象中还要小许多 往里走呢 除了一个约十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之外呀 就是左右的两间财务房 一个正厅 再有就是还有两个卧室 仅此而已 而重点呢 则是挂在正厅里的一幅幅展板 向人们介绍这一位历史名人的不平凡的事迹 因为家贫 和尚恒先生在13岁的时候呢 就被迫辍学了 在清齐开的一间金铺里做学徒 也就在那个时候呢 认识了祖籍亲远的金融家林炳岩 24岁的时候 他便与人河谷在广州的上下九路 开设了惠龙银号 从事港币的买卖业务 经营了六七年之后呢 又再与人合资 在香港的中环永乐街70号 开设了恒生银号 恒生银号呢 在1960年的元旦 正式更名为恒生银行 后来呢 和尚恒先生 还在他69岁的高龄时呢 领导编制了 著名的恒生指数 作为了股市升爹的参考系数 因为他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而被世界所接受 并且呢 一直沿用到了现在 和尚恒先生年幼的时候呢 家境一度贫困 全家四口人的生计啊 都压到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 所以在他发达之后呢 就想在家乡建一所小学 来纪念母亲的养育之恩 在1937年的时候 他就捐资了十万两百银 在石溪村建了这一所 石溪取劳私立小学 到了1968年 学校改为了村与政府合办 也更名为石溪取劳小学 在他91岁的时候呢 把经营了多年的恒昌公司 以75亿的天价 卖给了内地的巨富龙之介 但可惜的是 和尚恒先生一生有13个子女 却没有一个人 愿意继承他的家产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那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就看到了 有一个人 做的 我们就看到了 所以我们的小学生 感谢观看